一張張的老照片掛在牆上 照片中有許多認識的人 現在已經不在世上 也有人看見兒時的玩伴 甚至還有人看見自己在教堂前 結婚時的大合照 一張相片一個故事 過去照片裡的人 如今可能都已達高齡七八十歲了 有人看到過世的母親的照片 忍不住掉淚 所以你看到你媽媽的那個老照片 你心裡面很感動 對 我一直擔心媽媽 這個相片差不多三十多年沒看到 所以你是三十多年之後 才第一次在這裡發現 對 為了要找回過去大家共同的記憶 五屆社區發展協會 利用兩年的時間挨家挨戶 以及從教會裡面收集翻牌後 再互備保存 許多人看過以後 心裡都是五味雜陳 這些翻牌的照片 至少有五十年以上的歷史 那麼在我們重新社會 我們要找回我們的歷史的 文化的記憶 最實在的就是在我們的 歷史照片裡面 因為過去的這樣的一個 相親相愛跟現在的 會做一個反省 讓他們重新敬愛我們自己的存在裡面 五屆社區發展協會總共收集了五百七十多張的老照片 希望永久保存下來 老照片的展覽將持續到十一月四日 會每天在五屆社區發展協會開放給民眾參觀 現場也會有導覽員解說每張照片的故事 記者NO 男童仁愛採訪報導